庄子 逍遥游 逍遥游是战国时期哲学家、文学家庄周的代表作 被列为道家经典《庄子那篇》的首篇 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可作为庄子一书的代表 此文主题是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观 作者认为,只有忘却误我的界限 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 无所依平而由于无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 文章先是通过大棚、羽条、学鳩等小动物的对比 阐述了小与大的区别 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 无论是不善飞翔的条与学鳩 还是能借风力飞到九万里高空的大棚 甚至是可以预风而行的列子 它们都是有所带而不自由的 从而引出并阐述了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 最后通过惠子与庄子的有用无用之变 说明不为是所用才能逍遥 全文想象丰富、构思新颖、雄奇怪诞、汪洋滋思 字里行间里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 逍遥游集中代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 它是庄子的人生理想 是庄子人生论的核心内容 逍遥游是指无所带而游无穷 对世俗之物无所依赖 与自然化而为一 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由于世间 逍遥在庄子这里是指 人超越了世俗观念及其价值的限制 而达到的最大的精神自由 游并不是指形体之游 更重要的是指精神之游 形体上的束缚被消解后 自然就可以悠游于世 逍遥游就是超脱万物 无所依赖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 在庄子看来 达到这种境界的最好方法 就是心斋、作妄 这两者体现了一种精神自由 和天人合一的精神逍遥游 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主要内容 是从有所带达到无所带的精神境界 逍遥游中 庄子运用了许多预言 来表述逍遥游的内涵 揭露世俗有代的表现 首先庄子指出 大舟靠着积水之身才能航行 大鹏只有陪风才能翱翔 因此他们都是有所带着 再如 庄子认为宋荣子的思想 仍然处于定乎内外之分 变乎荣辱之境的局限 并没有完全超越 世俗定内外和变荣辱的纷争 只是在这种纷争中不动心 因而不是真正的五代 庄子批判了世俗的有所带 提出了追求无代的理想境界 同时也指出了 从有代至无代的具体途径 这就是智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这里的智人 神人 圣人 都是道的化身和结合体 是庄子主张的理想人格 在庄子看来 只有达到无己 无功 无名的境界 才能摆脱一切外物之类 从有代到无代 体会真正的逍遥游 逍遥游 庄子首篇 北鸣有鱼 其名为鲲 鲲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 花儿为鸟 其名为棚 棚之辈 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 其翼若垂天之云 适鸟也 海运则将洗于南明 南明者 天池也 其邪者 置怪者也 邪之言曰 鹏之洗于南明也 水积三千里 团扶摇而上者 九万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马也 尘埃也 生物之以西相吹也 天之苍苍 其正色也 其远而无所至极也 其是下也 异若是则已已 且夫水之鸡也不厚 则其腹大舟也 无力 腹杯水于澳塘之上 则戒为之舟 至杯烟则骄 水浅而舟大也 风之姬也不厚 则其腹大意也 无力 故九万里 则风思在下矣 而后乃今陪风 背负青天 而莫知 妖恶者 而后乃今将图南 调语学究孝之曰 我血起而飞 枪于方而止 实则不至 而空于地而移矣 西已知九万里而难为 事满苍者 三餐而返 富有果然 事白里者 速冲凉 事千里者 三月聚凉 知二重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 西已知其然也 昭君不知惠朔 惠姑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 楚之南有明灵者 以五百岁为春 五百岁为秋 上古有大春者 以八千岁为春 八千岁为秋 此大年也 而彭族乃今 以九特闻 众人匹之 不亦悲乎 汤之问极也 事已 穷发之北 有明海者 天池也 有余烟 其广数千里 未有知其修者 其名为昆 有鸟烟 其名为棚 备若泰山 亦若垂天之云 团扶摇 羊角而上者 九万里 绝云气 复青天 然后图南 且是南明也 赤焰孝之曰 彼且兮世也 我腾月而上 不过树刃而下 翱翔彭蒿之间 此亦非之志也 而彼且兮世也 此小大之遍也 故夫知孝一观 行彼一乡 得合一君 而争一国者 其自视也 亦若此矣 而宋荣子 犹然孝之 且举世欲之 而不加劝 举世非之 而不加举 定乎内外之分 便乎荣辱之境 思遗矣 彼其于世 未朔朔然也 虽然 有有未数也 夫列子 遇风而行 凌然善也 寻又五日而后返 彼于智福者 未朔朔然也 此虽免忽行 由有所待者也 若夫称天地之正 而欲六气之变 已由无穷者 彼且乌乎待哉 故曰 智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遥让天下与许游 曰 日月初矣 而绝火不息 其于光也 不亦难乎 时雨降矣 而游静观 其于泽也 不亦老虎 夫子 利而天下智 而我游诗之 吾自是缺然 请至天下 许游曰 子至天下 天下既已至也 而我游代子 吾将为明乎 明者 十之宾也 吾将为宾乎 交辽 朝于身临 不过一支 严蜀影河 不过满腹 归修乎君 欲无所用 天下为 袍人虽不致袍 师祝不悦 尊祖而待之矣 监吾问于 莲书曰 吾文言于皆于 大而无荡 万而不返 吾经不起言 由何汉 而无己也 大有静庭 不尽人情言 莲书曰 其言为何哉 曰 苗孤舍之山 有神人居焰 姬肤若冰雪 绰曰若处子 不时无谷 西风引路 成云气 欲飞龙 而游乎四海之外 其神宁 使物不慈力 而年古熟 无以是狂 而不信也 莲书曰 然 古者无以语乎 文章之观 龙者无以语乎 忠古之声 其为行骸 有龙芒哉 夫知 亦有之 是其言也 由事如也 知人也 知德也 将磅礴万物 以为一 是其忽乱 熟必必焉 以天下为事 知人也 悟莫之商 大尽积天 而不腻 大汉 金石流 土山交 而不热 是其 陈构比康 将由 陶柱 遥顺者也 书肯以物为事 诵人 自张浦 而是诸月 月人 断发文身 无所用之 遥至天下之民 凭海内之正 网见四子 妙姑舍之山 焚水之阳 咬然丧其天下言 惠子 魏庄子曰 魏王 以我大户之种 我树之成 而始五淡 已成水浆 其间不能自举也 剖之以为户 则户落 无所容 非不消然大也 无为其无用 而剖之 庄子曰 夫子 顾卓于 用大矣 宋人 有善为 不归手之要者 事事 以平辟 矿为事 课文之 请买其方 百金 聚足 而谋曰 我事事 为平辟 矿 不过数金 金一招 而 玉计百金 请 予之 课得之 已睡无王 月有难 无王始之将 东 与月人水战 大败月人 列地而封之 能不归手 一也 或以封 或不免于 棚辟矿 则所用之 一也 金子 有五淡之户 何不律 以为大尊 而服于江湖 而忧其 互诺 无所容 则夫子 有有 棚之心 也服 惠子 为庄子 曰 无有大树 人 为之初 其大本 臃肿 而不中 绳末 其小之 卷取 而不中 规矩 立之图 匠人 不顾 金子之 言 大而 无用 众所 同 去 也 庄子 曰 子都不见 离生乎 悲身而服 以后熬者 东西跳梁 仆辟高下 重于鸡辟 死于亡骨 金夫离牛 其大若垂天之云 此能为大乙 而不能直属 金子有大树 唤其无用 何不树之鱼 无何有之乡 广莫之也 彷徨乎无为其策 逍遥乎 请卧其下 不妖金府 物无害者 无所可用 安所困苦在 庄子 逍遥游 白话一文文 北方的大海里 有一条鱼 它的名字叫鲲 鲲的体积 不知道大到 有几千里 变化成为鸟 它的名字 就叫做鹏 鹏的脊背 真不知道 长到有几千里 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 那展开的翅膀 就好像天边的云 这只鹏鸟 当海动风气的时候 就要迁徙到 南方的大海去了 南方的大海 是一个天然的大池子 骑鞋 是一部专门 记载怪异事情的书 这本书上记载 鹏往南方的大海 迁徙的时候 翅膀拍打水面 能激起三千里的浪涛 环绕着旋风 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 乘着六月的风 离开了北海 像野马奔腾一样的油气 飘飘扬扬的尘埃 都是活动着的生物的气息 相互吹拂所致 天空是那么湛蓝湛蓝的 难道就是它真正的颜色吗 还是因为天空高远 而看不到尽头呢 捧鸟从高空往下看的时候 也不过就像这个样子罢了 如果聚集的水不深 那么它就没有负载 一艘大船的力量了 在塘前低洼的地方 倒上一杯水 一棵小草 就能被当作是一艘船 放一个杯子在上面 就会被粘住 这是水浅而船却大的原因 如果聚集的风不够强大的话 那么负载一个巨大的翅膀 也就没有力量了 因此 鹏在九万里的高空飞行 风就在它的身下了 凭借着风力 背负着青天毫无阻挡 然后才开始朝南飞 禅和小斑鸠 姬小鹏说 我们奋力而飞 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止 有时飞不上去 落在地上就是了 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 到近郊去的人 只带当天吃的三餐粮食 回来肚子还是饱饱的 到百里外的人 要用一整夜时间充米 准备干粮 到千里外的人 要聚集三个月的粮食 蚕和小斑鸠这两只小虫 鸟又知道什么呢 小痣比不上大痣 短命比不上长寿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 朝生暮死的军类 不知道是一天 春生夏死 夏生秋死的寒蝉 不知道一年的时光 这就是短命 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 它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季 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季 上古时代有一种树叫做大春 它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季 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季 这就是长寿 可是彭祖到如今 还是以年寿长久而闻名于世 人们与它攀比 岂不可悲可叹 商汤问集的话也是这样的 在草木不生的极远的北方 有个很深的大海 那就是天池 里面有条鱼 它的身子有几千里宽 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 它的名字叫做坤 有一只鸟 它的名字叫做鹏 鹏的背像泰山 翅膀像天边的云 借着旋风盘旋而上九万里 超越云层 背负青天 然后向南飞翔 将要飞到南海去 小泽里的麻雀鸡笑鹏说 它要飞到哪里去呢 我一跳就飞起来 不过树丈高就落下来 在鹏毫丛中盘旋 这也是极好的飞行了 而它还要飞到哪里去呢 这就是小和大的不同了 所以那些才智能升任一官的职守 行为能够庇护一厢百姓的 德行能投合一个君王的心意的 能力能够取得全国信任的 他们看待自己 也像上面说的那只小鸟一样 而宋荣子对这种人加以嘲笑 宋荣子这个人 世上所有的人都称赞他 他并不因此就特别愤勉 世上所有的人都诽谤他 他也并不因此就感到沮丧 他认定了 对自己和对外物的分寸 分辨清楚荣辱的界限 就觉得不过如此罢了 他对待人世间的一切 都没有拼命去追求 即使如此 他还是有未达到的境界 列子乘风而行 飘然自得 驾轻就熟 十五天以后返回 他对于求福的事 没有拼命去追求 这样虽然免了不行 还是有所凭借的 倘若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 驾驭着六气的变化 遨游于无穷的境地 他还要凭借什么呢 所以说 修养最高的人能任顺自然 忘掉自己 修养达到神话不测境界的人 无异于求功 有道德学问的圣人 无异于求明 遥要把天下让给许游 说 太阳月亮出来了 而小火把还不熄灭 它的亮度要和日月相比 不是太难了吗 即使雨降下了 还要灌溉田地 对于滋润和苗 不是徒劳吗 你如果成了君王 天下一定大智 而我还屠居其位 我自己感到惭愧极了 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 许游说 你治理天下 天下已经治理好了 而我在接替你 我岂不是为明而来吗 明是依附于石的客体 我难道要做 有名无石的客体吗 交流在森林中筑巢 只要一根树枝 岩鼠饮河水 只要肚子喝饱 请你回去吧 天下对于我没有什么用 厨子虽然不下厨 主计的人 却不应该超越权限 而代行厨子的指示 坚无向连书求教 我从阶鱼那里听到谈话 大话连篇 没有编辑 一说下去 就回不到原来的话题上 我十分惊恐他的言谈 就好像天上的银河 没有编辑 跟一般人的言谈 差异甚远 确实是太不进情理了 连书问 他说的是些什么呢 坚无转述道 在遥远的孤舍山上 住着一位神人 皮肤润白像冰雪 体态柔美如处女 不时五谷 稀清风 引甘露 成云气 驾飞龙 遨游于四海之外 他的神情那么专注 使得世间万物不受病害 年年五谷风登 我认为这全是虚妄之言 一点也不可信 连书听后说 是呀 对于虾子 没法同他们欣赏花纹和色彩 对于龙子 没法同他们聆听 中古的乐声 难道只是形骸上 有龙与虾吗 思想上也有龙和虾啊 这话似乎就是说你坚无的呀 那位神人 他的德行与万事万物 混同一起 以此求得整个天下的治理 谁还会忙忙碌碌 把管理天下当成回事 那样的人呢 外物没有什么能伤害他 滔天的大水不能淹没他 天下大汉 使金石融化 土山焦裂 他也不感到灼热 他所留下的尘埃 以及别谷康夫之类的废物 也可造就出 姚舜那样的圣贤人均来 他怎么会把忙着管理万物 当作己任呢 北方的宋国有人贩卖帽子到南方的越国 越国人不续头发满身刺着花纹 没什么地方用得着帽子 摇治理好天下的百姓 安定了海内的政局 到孤舍山上 焚水北面 去拜见四位得道的高士 不禁怅然若失 忘记了自己居于治理天下的地位 惠子对庄子说 卫王送给我大葫芦的种子 我种下后结出的葫芦 大的可以容纳五蛋 用它来盛水 它却因质地太脆 无法提举 切开它当户 又大而平浅 无法容纳东西 我不是嫌它不大 只是因为它无用 我把它砸了 庄子说 你真不善于使用大的物件 宋国有个人 善于制作防止手动裂的药 他家世世代代 都以剽洗思绪为职业 有个客人听说了 请求用一百斤 来买他的药方 这个宋国人 召集全家商量说 我家世世代代 靠这种药 从事剽洗思绪 一年所得不过数斤 现在一旦卖掉这个药方 马上可得百斤 请大家答应我卖掉它 这个客人买到药方 就去游说吴王 那时正逢越国有难 吴王就命他为将 在冬天跟越国人展开水战 大败越人 吴王就割地封喉来奖赏他 同样是一贴防止手动裂的药方 有人靠他得到封赏 有人却只会用于 剽洗思绪 这是因为使用方法不同啊 现在 你有可容五旦东西的大葫芦 为什么不把它系在身上 作为腰洲 而浮游于江湖呢 却担忧它大 而无处可容纳 可见你的心地 过于浅漏狭隘了 惠子对庄子说 我有一棵大树 人家把它叫做臭春 它那树干上有许多坠流 不合绳末 它那枝差弯弯曲曲 不合规矩 它长在路边 木匠都不看他一眼 现在你说的那段话 大而没有用 大家都不相信 庄子说 你难道没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 屈身浮在那里 等待捕捉来来往往的小动物 它捉小动物时 冬跳西月 不必高下 但是一踏重捕兽的机关陷阱 就死在网中 再看那牦牛 它大如天边的云 这可以说够大的了 但是却不能捕鼠 现在你有一棵大树 担忧它没有用处 为什么不把它种在虚无之乡 广阔无边的原野 随意地徘徊在它的旁边 逍遥自在地躺在它的下面 这样大树就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 也没有什么东西会伤害它 它没有什么用处 又哪里会有什么困苦呢